沈华 你有孩子了 小辰怀的孩子是你的 不是程志源的 爸 妈 你们从哪儿听说的 如果那是我的孩子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得要多恨我 他恨的不是你 是我们 是我 孩子啊 这事 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 最近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就偶尔会小夫有点坠丈 痛吗 我们还好 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 孩子他一心都很正常 放心吧 来 坐下去 我自己来了吗 少拿给你 来 程先生 程先生 情况就是这样 孩子 沈侯 你 你好 你好 我找人 和叶主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给叶主打个电话吧 好的 谢谢 不管以前有什么 现在再计较这些 没意思对吧 总之呢 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就是最重要的事 对吧 沈侯 你自己出去行吗 行 你们赶紧去排练吧 我自己就溜达溜达 那你有事打电话啊 咱们走吧 好嘞 走了 慢点啊 宁姐 好 放心吧 好 走 打电话啊 好嘞 先生 欢迎光临 我想买一部手机 我们这些都是新品 你可以随便看一下 都是啊 对 这个我要了 好的 先生 我们这块手机 而且还有银色 正好配上情侣手机 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 好 这个我也要了 好 好 这些人 晓晓 你别走 晓晓 我就是想见见你 我不想见你 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想多了 晓晓 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他们什么都告诉我 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了 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 晓晓 对不起 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 现在再说对不起 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 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我这个对不起 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 而是因为我自己 我竟然 我竟然就因为 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 还有那一端微信 和你的一面之词 你会不会太多了 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 对不起 你现在愿意怎么想 就这么想吧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 可我在乎 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 所以我紧张 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 你也知道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 我 我太厌恶我自己了 我怀疑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 而程志远 又真的太优秀了 所以我 别说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 晓晓 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 我不管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依然无比地坚信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就是想和你 还有孩子在一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 沈猴 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 我妈是会疯掉的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 我妈现在非常平静 我明白 我承认 程志远她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 但是晓晓 你真的爱她吗 你真的爱她吗 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 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所以你还是爱我的对吧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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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 你叫我什么都行 就是别叫晓晓 这是我把也有趣的名字 晓晓 晓晓 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 微信也把我拉黑了 但是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 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我高兴的是我终于知道 你所说的一切 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 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 我难过的是 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 导致了你爸的意外 直到现在我还是难以相信 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 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 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 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名 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 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 知道这些以后 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 你和我说的 你们家那些故事 晓晓 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 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 我会祝福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一切方式 向你和阿姨赎罪 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了 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 我为你感谢你 感谢观看